YOU GUYS WELCOME TO CHANNEL 各位觀眾 今天呢 我們第一次來到三井奧列 知道大家常常來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它除了賣很多 過季的商品以外呢 這邊也有非常非常多的餐廳 今天呢 我們就帶大家來吃一間 算是還蠻有名的漢堡 那這間漢堡呢 它叫做Kua Anna 它是1975年呢 在夏威夷歐湖島哈雷瓦這個小鎮 誕生的一間漢堡店 那經過了口耳相傳 然後之後開始蔓延 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它就變成了 就算開了70英里也想吃的漢堡 而且他們是採用100%的高級牛 透過火熔爺 然後烤製出細膩講究的美味漢堡 1997年呢 在東京開了分店 2011年在英國倫敦登場 那在2016年呢 終於在台灣開了第一間店啦 那至於我為什麼知道呢 因為後面這邊 全部又有寫老梗 那我們就先來帶大家 稍微看一下菜單 它好像有漢堡 有三明治鬆餅 然後在漢堡下面呢 這邊還有分一些細項 然後這個好像是在網路上呢 大家非常非常推薦的 鳳梨漢堡 但是呢我個人是覺得 鳳梨這種東西呢 不應該出現在漢堡裡面 也甚至是不應該出現在 披薩上面 這個大家如果 跟我有相同意見的話呢 歡迎留言在底下好不好 我相信一定也有很多人呢 覺得鳳梨根本不應該出現在披薩上面 是吧 你們說是吧 可以選擇你自己的喜歡的麵包 布里歐麵包 這個應該就是基本的漢堡的麵包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全麥麵包 全麥麵包應該是 吐司這邊用的 另外呢他旁邊這邊也可以加點一些東西 然後在旁邊這邊呢 還有其他的副食品 有薯條 但是套餐有薯條 所以我們就不點 他的套餐薯條是可以換洋同學 但是我還是想要吃吃看薯條 然後這邊還有雞塊 凱撒沙拉跟奶油巧打湯 好 各位觀眾我們的漢堡來了 他一開始送來的時候啊 漢堡是兩個分開的 因為可以讓你 就是依照你想要的口味呢 看可能要加黃芥末或者是番茄醬 然後包起來之後再一起吃 另外很特別的是 他的薯條 大家看 他的薯條是這種超級細的耶 我第一次看到那麼細的薯條 而且 很脆 感覺有一點是炸到這樣 洋芋片的那種脆口 很特別 第一次吃到這種薯條 那我另外還有點了這個 他的雞塊 但我覺得 他的雞塊 算是偏貴 因為他小份的好像 五六塊吧 然後又八十塊台幣 但我覺得他的雞塊是好吃的 只是他不是中間肉質有嚼勁 他是比較鬆比較軟 但我覺得他好吃的地方是他 肉質的部分跟外面的皮呢 都是有經過調味的 所以 這個雞塊吃起來比較不會那麼單調發味 再來這個東西就更貴了 好不好 這個一小碗的 奶油 小雜湯呢 大家猜要多少錢 你猜 120塊 其實真的偏貴啊 但是大家仔細看喔 我這邊沒有放慢動作 你看他那個湯掉下去的感覺 他的濃稠程度是非常非常誇張的 跟外面一般市售的小農湯比較不太一樣 他應該是有把馬鈴薯呢 煮到爛 就是讓他整個非常非常濃稠 你看 他完全不是慢動作在剝的 他那個濃稠的程度是無可比擬的 我覺得他的濃湯是好喝的 他整個濃湯就是 你知道你感覺不像在喝糖 感覺是有一點偏像在吃泥狀的東西 然後一進去之後就是 馬鈴薯的那個甜味跟 非常濃郁的海鮮味在口中蔓延開來 這個我覺得好喝 但是呢 可能就是真的稍微騙貴 再來就是我們的重頭戲啦 上面的那個培根 很喜歡他培根煎出來 旁邊那個有一點焦焦脆脆 雖然可能會比較致癌的可能性比較大 但是我覺得培根就是要煎到 有這種微焦微焦的感覺才好吃 他的那個莫扎瑞拉起司啊 滿滿上面 在牛肉上面滿滿的一層 全部都是 他藏在這個培根下面呢 有一塊 大家看 看起來這樣是制烤過的洋蔥 他是整片洋蔥呢 應該拿去烤 然後中間會有那個 焦黑焦黑的網狀 組裝完的漢堡變成這樣 超擠 好 感覺吃下去下巴都要繞枕 不是啦 下巴都要脫久不是繞枕 什麼都還沒吃到呢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剖滅圖 剛剛因為這個莫扎瑞拉起司已經把所有的肉排給擋住了 所以大家仔細看 它的這個牛肉漢堡排超級厚 而且大家剛剛如果有仔細看的話 就是這一整個漢堡呢 它是完完全全沒有加任何的醬料 因為其實台灣有一些漢堡如果沒有加醬的話 你吃下去整個口香會很乾 不知道是不是它這個莫扎瑞拉起司呢 在整個漢堡當中有潤絲的動作 也有可能是番茄當中自帶的水分呢 讓你在口香中比較不會那麼的乾燥 而且重點是它沒有加任何的醬料 然後整個就味道非常的充裕 而且不只味道很有層次 它整個在嘴巴裡面咀嚼的口感也非常的豐富 它洋蔥沒有烤到很軟爛 就是還保有洋蔥的脆口 但是它不會到有嗆的感覺 然後呢 我很喜歡番茄在裡面的感覺 就咬一咬的 然後開始有一些番茄汁跑出來 然後在裡面跟那個其他的食材做融合 但我覺得這個漢堡 抹著瑞拉起司的部分 感覺比較可惜的一點 就是可能是培根的味道跟牛肉的味道 太厲害了 所以在口香當中呢 莫達瑞拉起司的感覺呢 是比較感覺不到它的氣味 但是你還是可以吃到這個起司的口感 最後呢 還有一個重點 我覺得就是 其實這個生菜跟番茄啊 在整個漢堡當中 是扮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你可能是不敢吃蔬菜的人 如果你把這個生菜跟番茄挑掉的話 我覺得它可能會變成一個 好吃但是很容易膩的一個漢堡 所以我覺得推薦如果不敢吃蔬菜的人呢 還是嘗試著整個組合一起吃吃看 那個整個感覺是非常非常豐富 而且其實蔬菜的味道呢 不會說非常的明顯 但是它有很多潤勢的作用 好 各位觀眾我們吃完了這間 Kua Ana 應該是這樣唸 然後我覺得 如果你有來三井奧雷 然後你不知道吃什麼的話呢 這間是真的蠻值得吃的 好 而且 我剛剛看到門口那邊 聽說呢 它是歐巴馬非常喜歡吃的一間漢堡店 好不好 名人家詞就是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它裡面的裝潢呢 是非常有夏威夷的感覺 如果你是像今天天氣這樣這麼好 然後坐在裡面用餐的話 其實有一種非常非常 愜意的感覺 重點是我覺得它是 真的一個 好吃的漢堡 它的整個漢堡呢 吃下去是非常非常舒服 而且富有層次 然後 在口中不會很無聊 好啦 那麼最後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在下面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麼各位觀眾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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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